有一个青年去寻访住在深山里的智者 想向他请教一些人生问题 青年人问 请问大师 在你的一生当中 哪一天那是最重要的 是你的生日 还是你以后将要死亡的日子 是初恋开始的一天 还是事业 成功的那一天 这位智者不加思索的回答 都不是 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天 为什么 今天发生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这个年轻人他非常的好奇 他说今天有什么大事 那个智者说 今天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 那今天重要的是不是因为我的来访啊 即使今天没有任何来访者 今天仍然是最重要的 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财富 昨天无论多少值得回忆和怀念的事情 它都像乘船一样乘入了海底 明天 明天无论多么的辉黄 明天无论多么的辉黄 但它还没有到来 今天重要性的事情 我们已经浪费了我们的今天 我们拥有的今天 我们拥有的今天 已经减少了许多青年落油所思的 点点头下山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的 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 忘记昨天 忘记明天 牢牢的把握住今天 好好修心学博念经放生 你才能懂得佛法的真谛呀 人生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何必去挂爱它 所以当因缘灭度了 一切都要做卢士官 希望大家一定要学博 一定要懂得金刚金奖的 未来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连现在都不可得呀